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怎么知道能量球的事的 太危险了 没有人类的精神感应 这种能量是无法稳定下来的 请你马上停止这个研究吧 你错了 我的能量球 就算没有精神感应也没关系 现在所有的数值都趋于稳定了 我只需要开发第三代编码内核就可以了 你说的稳定只是一时现象 过段时间会重新波动的 你一定要听一下我的建议 安德博士 请稍等 马上就来 是谁 怎么回事 是我听错了吗 刚刚我明明听到有人敲门 好奇怪啊 是谁 是谁在恶作剧吗 这 初恋 哥 你刚刚是在恶作剧吗 倒不是恶作剧 是有件事想要拜托你 拜托我吗 你真的见到了那个幽灵变马机器人吗 没错 朱里安好像也被他攻击了 猎鱼毒蝎也是被他给打败的 这样下去 其他人也会被攻击的 得阻止他才行 小致 你是不是太激动了 难道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是啊 我们不知道是谁在控制 能有什么办法吗 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也就是说 你是想把荣耀黑豹 升级到可以超过红色风暴的地步 是这样的 我想让他完全超越红色风暴 那好啊 这件事对我来说难度不是很大的 你可以放心交给我 真的吗 荣耀黑豹本身的基础就已经很出色了 把功率再提升一些 再强化一下武器零件就可以了 我看看哦 好吧 就是它了 这个零件已经强化成最高级别了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输入新的编码指令 再使用一亿度都不会融化的 编码合金作为材料 就能把荣耀之剑 打造成最强大的武器了 编码 这些东西你是怎么知道的 可以说这是我经过长时间的研究结果 长时间的研究 我研究编码机器人的时间 可比你能想象出的时间漫长得多了 这是什么意思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 升级已经结束了 因为荣耀黑豹是第三大编码内河 所以升级速度是很快的 如果观成红色风暴 恐怕需要好几天吧 刘纳和小灵已经同意了 那朱利安呢 朱利安 快过来 我们在说幽灵机器人的事呢 朱利安 我想出了一个引出幽灵机器人的好主意 你要不要听一听 这是什么 小智 这个是挑战书 是挑战书 挑战书 是什么挑战书 小智 明天上课的时候 我要正式和你对决 你该不会不敢应战吧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你好啊 小智 刘纳 你好 我觉得你的脸色不太好 是在担心什么事吗 没有 没什么 你是不是担心自己会在明天的对决中输给朱利安 没有 不是因为这个 是朱利安 我以为这么长时间 大家都已经变成朋友了 但是他看我的眼神 好像把我当成了敌人一样呢 那是因为朱利安这个人的胜负欲太强了 你不用担心的 只是 只是这样嘛 那好 我明天也会全力出战的 那我就全力给你加油吧 好好准备 不打扰你了 那好吧 各位同学 在今天的课上 小智和朱利安将会进行编码对决 小智加油 小智加油啊 朱利安 请多关照了 听我指令 编码对决 开始 刘娜 你有没有觉得荣耀黑豹有点不一样了 是啊 是因为伤及了吗 荣耀黑豹好像变得更厉害了 好吧 这下我也要加把劲了 小智真的很像那个多管闲事的科学家 总之 先看看他打算怎么对付 这个经过强化的荣耀黑豹吧 嘿嘿嘿 都好厉害啊 他们已经打了快四十分钟了 对决的时间这么长 对编码机器人的负荷也太大了 嘿嘿嘿嘿 怎么了 你是不是累了 怎么可能 胜负才刚刚开始呢 雷射刀锋 驱散黑暗的 勇气与力量 荣耀之剑 一决胜负吧 小智 放马过来吧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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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红色风暴与荣耀黑豹的对决结果是双方平局 太厉害了 两个人的表现都太棒了 小智 你是最棒的 非常精彩的对决 不过下次你不会再有任何平手的机会了 当然了 因为下次获胜的肯定是我小智 怎么回事 小智跟朱莉安居然握手了 他们俩的关系终于要好转了吗 不可能吧 是吗 感觉不太像呢 你怎么还不松手 你先松手吧 你松手我就松手 让我先松手 果然是这样 你快松手啊 我就不 你能怎么样 真受不了 你快点松手 太惊人了 能量趁他变得越来越强 现在已经无法控制他了 当初不应该把他放在地下城里的 都怪我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看来我们只能取消今年的地下城对决了 可那样的话 孩子们肯定会对学校很失望的 这一年来 为了成为编码战神 每个人都在努力修炼 如果不能进行最终测试 通过地下城对决 王晴 我可以理解他们 不过现在的情况会发生什么事情 的确是很难预料的 我们不能让他们冒这样的风险 如果万一 能量求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和十年前的安德一样 好久不见了能量求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 我 我的能量求 你再等一等 马上就可以让你回到我的身边了 不可以 太危险了 请马上住手 请你保持清醒 安德不适 我 我的能量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身体 不要啊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了 没错 我现在需要的是可以稳定能量求的 来自人类精神感应的纯净能量 终于到你们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我要你们去替我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实现我的伟大使命 太慢了 太慢了 太慢了嘛 那这个怎么样 超级重吹 好惊人啊 你以为我会这么说吗 驯龙杖 驯龙杖 每个人的实力都进步了好多啊 除了你 大家都有进步 明明是我的手下败将 居然这么说我 我吗 昨天你输给我了 承认吧 你不懂 你不懂平局是什么意思吗 我输给你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吹牛 什么 你们俩别吵了 现在看来 我们几个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这次的地下城对军 这次的地下城对决一定很精彩 是吧 地下城对决 小智 你又打瞌睡了吗 王老师在课上讲了很多遍了 抱歉 什么是地下城对决呢 你不知道地下城对决 我来跟你说明 李凯 对决还没结束呢 你在干什么 地下城对决呢 是认证编码战神资格最重要的考试 学生以五人为一组 进入地下城的虚拟空间 完成各种任务才能通过考试 通过考试的五人小组中 最具有领袖风范的人 将有机会成为编码战神 好了 说完了 继续对决吧 领袖风范 我小智不就是天生的领袖吗 太适合我了吧 好 地下城对决 我们小智队一定能轻松通过 你们别多想 好好跟着我就可以了 走 我们出发吧 小智 你去哪儿 现在地下城对决还没开始呢 小智这小子 我看他最近真是越来越没救了 是吗 小智 展翅高飞吧 颜色凤凰 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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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目标出现! 怎么样,你没想到这是个陷阱吧? 听说你最擅长的就是逃跑,对吗? 亮出你的真面目吧,你的主人究竟是谁? 你为什么要攻击其他的编码机器人呢? 你最喜欢吃的到底是什么? 又怎么了? 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等你们打败我之后再说吧。 编码机器人说话了,是新款吗? 既然你都说出口了,那我们也只能迎战了。 各位,准备好了吧! 诶,准备好了! 别打开手! 开手! 他怎么会这么强 速度和力量都太惊人了 千万别乱了阵脚 继续向敌人施加压力 这么简单的变马指令就想打败我 你们还是别白日做梦了 小致 对手好像已经看穿了我们的攻击模式 好吧 只能使用战术臂了 这位编码大师 这次的表现也请你评价一下 看看是不是太简单了 好 上了 散开攻击 散开攻击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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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算及格 那就正式开始对决吧 怎么回事 竟然能猴发无伤 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力量 不要忘 将军 刘娜 我们肯定还会再见面的 什么 在这里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别人都在吃晚饭呢 是吗 我们没干什么 只是趁大家有空 想练习一下多人对决 你们几个 好可疑呀 很好 致命郎珠 现在所有的测试都结束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